宇宙间游荡的巨兽 却同时也是形成星系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黑洞这个吸引人类 长达好几世纪的神秘心体 终于揭开了神秘的灭纱 其中台湾没有学习 运用关键知识还有科技 协助国际天文团队取得了珍贵的影像 稍后我们来看看台湾科学家们 如何和全球200多位的天文精英 一起写下历史 外星人可能造访地球吗 你可能不知道 包含联合国英美等政府 还有科学机构 其实早就设想过或是演练 万一外星人真的到来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是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话呢 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 我是Jasmine 柳晨熙 1969年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 他说 半世纪之后 人类的宇宙探险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因为就在2019年4月跟今年的5月 科学家拍到了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 黑洞的真实照片 好在我身边这两颗黑洞 一颗就是位于侍女座的M87星系 距离地球大约是5500万光年 这也是人类史上第一张的黑洞照片 那么另外一颗呢 则是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人马座A星 距离地球大约是26000光年远 要排到这两张照片到底有多不容易 首先黑洞呢 顾名思义是黑的 在漆黑又浩瀚的宇宙中 其实根本就看不见 第二呢 这两颗黑洞都是相当遥远 以光年在计算 也相当于我们比较近的人马座A星黑洞来说好了 26000光年有多远呢 我们来看到一光年呢是光跑一年的距离 而光每一秒呢可以跑的是30万公里 绕地球呢7.5圈 如果呢我们搭乘一台是媲美光速的太空船 到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呢 只要一秒钟 那么呢如果是到5400万公里以外的火星的话呢 也是要花着三分多钟的时间 但是啊如果到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的A星黑洞 这一艘光速太空船就要整整开上26000年 这等于是从旧时期时代晚期开始到现在 真的是超级久的 更不要说了位在其他星系 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的M87的这个黑洞 根本是天涯海角了 那么黑洞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科学家要特别观察 其实呢黑洞虽然不起眼很狂暴 它会吞噬的是其他的星星哦 但它就是星宗呢在宇宙之间呢 其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天体了 科学家就发现宇宙呢大约是有2000亿个星系 几乎每个星系中间都有一个像是M87 或是人马座A星的超大质量的黑洞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黑洞 银河系 太阳系 地球 甚至是人类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现在我们就跟着Discovery宇宙有道理的节目镜头 一起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 黑洞宇宙中最隐晦最神秘的天体 所到之处 恒星 行星 卫星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它巨大的引力吞噬消灭 如果它来到太阳系将重整引力秩序 八大行星不再绕着太阳转 而是转向黑洞被黑洞越吸越近 它们将被扯离现用运行轨道 甚至互相撞击 如果它能够近够地说是Jupiter 它能够把Jupiter的天体脱离 从地球上的天体脱离 它们将会被扯离地球 在左边和右边的地球 它们将被扯离在天体脑 离在天体脱离地球 一旦黑洞继续挺进地球 它牵引的小行星将化为乱石 不断砸向地球 地球表面将因此爆炸 燃烧 世界末日降临 随着黑洞逼近 地球的大气层将被吞没 最后这颗我们赖以为生的星球 将彻底消失不解 幸好宇宙中虽然有数十亿个黑洞 但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 有1500光年远 不会对地球造成威胁 但黑洞究竟是什么星体 为何引力如此之大 一切要回到黑洞生成前的状态 超大质量恒星 科学家发现当比太阳还中100倍的超大质量恒星死亡时 引力会挤压它们造成巨大爆炸 这时由于恒星中心的燃料用尽 整个星体就会失去支撑向内塌陷形成黑洞 这个来自恒星内部自我毁灭的引力 也会让宇宙中最快的物质光无法逃脱 光一秒可跑30万公里绕地球7.5圈 但当一束光太靠近黑洞 它就会像一艘接近瀑布的橡皮艇 被不断向下的水流 也就是极强的引力往下拉 最后消失在黑洞 这也是为何黑洞不会发光 破坏力十足的黑洞 乍看之下百害而无一例 然而科学家发现 宇宙中几乎所有的星系 包括我们所在的银河系 中间都有个超大质量黑洞 它就像一块强力吸铁 巧妙地维持住各种星体间的平衡 卫星绕着行星转 行星绕着恒星转 而恒星则会绕着黑洞转 也就是说没有黑洞 银河系太阳系就不会生成 也就不会出现地球 这样一个支撑着生命发展的神秘天体 中心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假设有艘太空船或探测器 可以飞到黑洞附近 在靠近黑洞周遭的事件世界范围时 它首先会发现 时间因为被巨大引力扭曲 变得越来越慢 如果太空船或探测器 可以逃过被引力压扁的命运 继续深入黑洞 它可能会看到光被不断吸入的景象 接着它自己也会被一路 拉向黑洞中心 一个小的难以想象的典礼 这个点科学家称作奇异点 在一个引力大道 可以扭曲时间跟空间的地方 产生的物理变化 可能超越人类认知 有科学家就推测 既然黑洞可以扭曲时间跟空间 那么它就可能让人穿越时空 除此之外 黑洞更可能是通往其他宇宙的入口 我们的宇宙来自138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 如果这场大霹雳 只是某个宇宙黑洞的另一端 那么我们存在的宇宙 将不再是独一无二 而可能有几十亿个宇宙存在 黑洞这个宇宙中最神秘难解 却又主宰演化的天体 未来也将继续推动着 人类的科学发展 航向太空 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宇宙真的是大到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而且还在继续的膨胀 幸好黑洞虽然黑虽然远 但靠着天文望远镜 还有黑洞周围发射的强光 我们还是有办法记录它的宗金 这个会发出强光的范围 就叫做事件事件 好2017年来自全球 20多个国家 200多位的科学家 就组成了 事件事件的望远镜团队 他们将分布在全球的这些 包含美国 智利 西班牙 南极等地的 天文望远镜 同一时间 全部都对准外太空 透过连线模拟处一座 直径等同于是地球大小的 天文望远镜 果然成功地捕捉到了 M87黑洞的真面目 在这场颠覆天文观测的 历史的重要事件当中 台湾不仅仅是没有缺席 而且还扮演非常关键的要角 因为夏威夷还有智利 这两个地方都有台湾建造 还有运转的望远镜 之所以会拍摄M87黑洞 也是因为中研院科学家 对这颗星体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最后国际团队才有足够的资讯 顺利拍下人类史上第一张的黑洞照片 究竟台湾和国际天文观测团队 如何达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呢 下一段节目我们将会连线 世间世界的望远镜计划成员 中研院天文所的陈明堂博士 请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让全世界大为振奋的天文成就 欢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很高兴今天跨海连线到 人在夏威夷的陈明堂博士 陈博士是中研院天文所的研究员 也是世间世界望远镜计划的成员 他在成功拍下两张黑洞照片之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夏威夷 为我们探寻宇宙的更多奥秘 陈博士您好 首先要请教您了 我们听到这次拍下黑洞照片的望远镜 叫做世间世界望远镜 听起来有点陌生呢 还有一点饶舌 那么请您听我们科普一下 世间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名词 而不是黑洞望远镜呢 或许你会觉得 世间世界望远镜很拗口 的确它是很拗口没有错 那世间世界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一个 我们要举个例子 我们在海平面 我们在海边 我们往海边看出去 你知道有些船 很远很远的船 它是你看不到的 它只要超过地平线外面的话 我们是完全看不到 那我们拿这个比喻来比喻说 当在空间里头 你进入某一个时空区域的时候 那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它了 它就消失掉 在一个受力非常大的地方 它甚至大到会让光线也跑出来 所以任何跑进去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看到它的话 它一定要能够发出讯号 发出光出来 我们才看得到 那如果说在那个区域里头 它根本光都跑不出来 感觉起来就好像是它已经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所以我们就叫做事件 事件就是所有的事件 所有的事情 它的地平线 在那地平线以下的 我们永远看不到 好黑洞听起来真的是很玄很神秘 人如果进入了黑洞 真的会像科幻小说或是电影描绘一样 会穿越时空 会回到过去 甚至是前往未来吗 这个很多人都会想象说 我们要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不小心跑进去黑洞里头去 那我们跨过的世界地底线 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那这个会跟我们 跟这个黑洞的大小有关系 黑洞的特性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小的 比如说假设说 假设说我们太阳 一个黑洞跟太阳这么大的话 那我们要靠进去太阳的时候 由于 那黑洞不是太大 所以它会造成一种 一种引力牵引的效应 这个效应呢 会把我们把所有物体给拉长 越拉越长越拉越重 变成一个spatetti 变成面条一样的长 那所以当我们经过这种环境的时候 事实上会是非常痛苦的 可能还没有再变成面条之前 我们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说你黑洞够大 大到像我们之前在2019年 公布的那个黑洞M87 它所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引力效应的话 潮系效应 反而不是太大 与人来讲 他在把我拉进去之前 一样说我的脚朝的黑洞那边掉进去 那我的脚跟我的头受力的大小 事实上差不多 所以我的人就不会变形 那我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跑进去 理论上会有一种所谓的虫洞 虫洞的话 理论上会跟你讲说 虫洞它有时候可以开起来 它能够会连接到 或许不知道连接到哪里去 哪个世代哪个时空去 没错 你有可能到未来 也有可能到过去 也有可能就突然之间 你从这个时空跳到另外那个时空去 这是都有可能的 但是这是一个 这是很多理论的中间 其中之一而已 至少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碰到 从过去来的人 从未来来的人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 那种虫洞造成的时间 时光机是不存在的呢 好 陈博士接下来请教了 我们知道要拍到这两张黑洞照片 真的实在太不容易了 他们真的非常遥远 也花了你们长达有七年的时间 准备还有观测 想请问一下这段期间 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台湾又怎么跟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 科学团队来互动呢 最难最难应该说 你说的五十年来最难的 还是在于这些技术上 我们的仪器上 科技上的突破 是从1970年 7050年前 就有人尝试用类似的方法去做 但是呢在技术上就是达不到 因为目标太小了 这两个目前发布的这两个影像的目标 它在天上我们看到的大小是非常非常超级小的 你看甚至太空望远镜那也看不到 你把一个田园圈 我们在东区买的田园圈放到地球表面 月球表面上 你要看到它就这么小 从地球的表面去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一个田园圈 你还可以拍出就跟这个一样 那我们去拍呢 总是你没有拍过 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 你拍出来有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面包 就是一个馒头 那所谓的馒头就是中间没有一个洞嘛 对不对 那没有一个洞 我们就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黑洞 那这是这次最有趣的就是说 我们拍出来竟然拍出一个田园圈 中间黑的 那唯一能够去解释这个黑的 就第一个就是黑洞嘛 那然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所谓的 已知道的一些资料带进去 去估算说 我们这个黑点大概会多大 那既然是跟我们所有的理论 跟我们的模拟都是符合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观点上来推 来推论来验证 我们知道 没错我们的确是拍到黑洞 我们在这方面的布局 布局了很久了 布局了到现在布局20年 夏威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站点 特别对观测黑洞的这种工作来看 那另外我们又在可林南那边架了一个管子站 那也是很好的管子站 那虽然是说我们就做两个点 但是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夏威夷呢 它是刚好都在边边 可能你还在最上面 所以如果说你要存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望远镜的话 你一定要有边边嘛对不对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边边的话 你是不是变这么小吗 所以我们把站点摆在这边摆在上面 那就是增加这整个大望远镜的一个边际 一定要我们不可 因为全世界要做这些工作的人 一定要跟我们合作 好现在你们已经成功拍下了M87跟人马做A型这两个黑洞了 未来还有计划观测其他黑洞吗 我们可以我们目前有计划要要多增加一些其他的 其他一些一些一些站点 那更扩大我们的望远镜的整个区域範围 那甚至有计划是要发射卫星 就让再去利用一个太空望远镜来跟 跟地面上的望远镜合作 那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 那时候我们再真的可以研究更多 这种类似星体的它的一些物理性质 比如说鹰仙座 很高兴我们鹰仙座 我们高兴它的中心也是一个黑洞 那到时候我们应该就会看得到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也非常好奇了 就是宇宙这么大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 我想我们科学家一般期待的是应该会有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我们在地球上 我们有水有空气那有阳光那生命就自然就发生了 我们在开空里头一样有发现过氨基酸 有发现过蛋白质 蛋白质没有 但是有氨基酸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组成生命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东西 那你把氨基酸放在 放在一个有水有空气地方 它就会组成一个 某种生命体出来 这是一种期待了 我相信我们地球上的生命不是那么偶然吧 而且宇宙那么大 有外星的生物存在 但是呢 是不是有外星的 有智慧的生物存在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 非常感谢陈明堂博士的深入解析 不管你相不相信 有没有外星人 宇宙的确充满各种可能 假设哪一天外星人真的到访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你又想跟他聊什么样的天呢 稍后回来带您看到一部 模拟外星人与地球人接触的纪录片 欢迎回到全球老天室 地球以外的星球 究竟有没有其他的生命呢 1977年NASA发射了一台无人探测器 叫做航海家一号 希望它能够飞向广阔的宇宙 为大家来解答 外星生命到底存不存在 为了跟外星人沟通 科学家还特地在航海家上 装了一张唱片 里头它放了五十五种语言的问候语 就是希望如果外星人 如果听懂了这张唱片的话 就会知道人类是什么样的生物了 但是也有丹麦的纪录片导演 他相信外星人 总有一天一定会造访地球 他不仅视线已经模拟好外星人 如果造访地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还访问了包含联合国 英国 法国等科学机构人员 询问他们如果哪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 我们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因应呢 外星球可能有智慧生命 而且降临地球吗 这个问题科学界到现在仍然没有解答 因为我们的太空船飞不远 也没有看过任何外星生物 立临造访 但如果有一天 有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生物上前敲门 人类该如何因应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它已经来到 包括联合国 英国政府官员都想过这个问题 进行沙盘推演 第一是它已经有危险 它会陷入危险 或是它可能是 一个批评的预则 必须有第三个可能性的选择 这是困难的 困难的 而且有一个坏的意志 我认为我们可以抗认 因为它已经有危险的 除了猜测外星智慧生物 可能造访的动机之外 也有学术机构进一步预演 人类与其他生命 进行第三类接触时 可能的状况 像是太空工程师克里斯沃奇 我佩服务员出生机构 之前将出雇用宇宙船 我预备上 好准备进行 而可能将出雇用宇宙船 要做这个 我必须穿 自身包装衣带 说明 им很危险 然后由其次災害 入截 又不会入截 尽管科学家普遍认为 目前外星智慧生命造访的机率 维乎其维 然而他们并不排除浩瀚的宇宙可能有其他生命 事实上联合国太空事务委员会就曾经撰写过一份给外星生物的文件 希望这份给外星文明的讯息能成为人类表达善意的橄榄枝 外星智慧生命的设想目前听起来仍有些科幻 然而宇宙的浩瀚超越人类想象 或许在人类文明完全消逝之前 正会有这么一种智慧生物从远方而来跟你我说声哈喽 宇宙浩瀚又神秘似乎穷尽人类知识的极限 但也正是因为它神秘难解 人类才有了探知未知的动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天我们都会为您搜集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 我是Jasmin刘晨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